2月4號 戴旭在微博上力挺袁貴人1月29號發表的 《絕不允許讓傳播西方價值觀的教材進入中國高校課堂的言論》 戴旭認為 袁貴人因為說了絕不允許而受到大範圍圍攻 主要是袁貴人想下雞勸喉 於是雞喉一起喧囂 戴旭聲稱 亮嗓不等於亮劍 開槍不等於鳴槍 因為猜到你是嚇他 於是他反過來也嚇你 戴旭的言論立即引起大量網民譴責 隨後相關微博被刪除 中國獨立網絡作家黃金秋表示 戴旭作為國家公職人員 時常通過微博發表一些殺氣騰騰的狂語 輿論早把他看成一隻漂亮小丑 事實上 據我的觀察 您所為的官員基本就是參觀惡慮 2月3號 《中國青年報》發表署名曹林的文章說 一個體制內的朋友傳授他 為官知道 最重要的一條是越左越安全 有些事情不管對不對 跟著喊口號就永遠不會錯 對一些事情 寧願上綱上線 也不能讓上級感到不滿 對一些理論和教條 只要披上革命的外衣 生搬硬套就是最安全 黃金秋認為 戴旭的言論可以看出他一直奉行著越左越安全的教條 2013年4月 中國H7N9禽流感疫情爆發 戴旭說 死不了幾個 連中國車禍千分之一都不到 遭怒批後 他回應 那些攻擊我們的是狗 只有殺 兩天後 戴旭在發微博稱 中國污染和食品問題嚴重是美國在推波助瀾 禽流感和SARS都是美國對中國秘密實施的 新型生物武器 他的言論再次遭到網民批駁 但他回應稱 響應軍委領導號召 網路戰就是當下的新型戰爭形態 同時放出狠話 網路就是捍衛國家利益的上甘嶺 我不會退半步 中共少將羅元也在2013年2月份首次開通新浪微博時寫道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輿論陣地 你不發聲 別人就發聲 並聲稱要在微博這個重要輿論陣地上戰鬥 2月4號 中共軍報解放軍報刊發新軍隊基層建設綱要 中共國防大學教授于巧華介紹 新綱要提出 嚴禁以軍人身份在互聯網上開設微博 聊天交友 應聘求職等 王金秋認為 新的綱要出臺 相信戴旭這類在網上把槍口對準老百姓的軍官會有所收斂 但不少網民表示 對於戴旭、羅元這些 整天在網上喊殺喊打的軍官應嚴懲